下一件 來看看 你好喜歡這一樣 我喜歡那個玉碧 然後你看到它有味道 你覺得它都是老玉 是不是 來 這一件 這個是我跟一個 說的是八十萬 八十萬買的 對 我拿說是商代 他說是商代 商代 因為很多像這種玉碧 它的眼睛都是這種層次眼 可是它就沒有 對啊 找不到耶 它就沒有 這我感覺是蠻奇特的一個 一個商代的玉碧 然後它靈靈角角上 我感覺上是值得收藏的 是 也做過這些功課來講 我會到故宮去看 去看 可是沒有 這可能就像前老闆你所說的 太漂亮了 太漂亮也有一種危險 可是我相信那個長家來講 應該是 不會插到哪裡去 才敢下手下跟他買 我跟你講 這個叫玉龍 玉龍 玉龍這個東西 這應該是在這個 洪山文化開始就有了 玉珠龍 一直到玉龍 玉珠龍是比較 開始轉換 對 開始慢慢的 就是一種崇拜性的這個事物 那您這一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的這個慶色 這個慶色 這個慶色是 原來石頭就具有的 這個不是入土慶的 原來石頭就有的 在和田芋裡面 在特定的一些種類裡面 它有特別的這種 原來就有慶的 叫水慶 就這個石頭經過泡了幾十萬年 上百萬年 上千萬年 它裡面就有這樣 是 那這個玉龍 這個玉龍雕得是相當不錯 那各方面的這個比例也非常好 唯一的缺點 在哪裡 就是 零零腳腳 太尖銳 不過這個還是一個 很精美的玉器 這我必須承認 它是一個很精美的玉器 但是是不是可以到商周以前 這個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來 請試試看囉 入手架很貴耶 十六問 這個有痛到 這個賣很貴耶 這個我們 我們也看一下 好 這個慶舍到底怎麼樣 我們拿給我們這個同學 我們放大 看一下 這真的很痛耶 不會 不會 不痛 這件買很貴 經驗比這個還貴 經驗比這個貴 對 這倒是真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放大看 我們放大看 我們看這塊 這塊和田玉 是水慶 水慶就是在這個石頭上 本身就有這個慶舍了 它未成氣以前 就有這個慶舍 天然生存的 它不是沉氣以後 入土產生的慶舍 我們要知道 水慶在一般的玉器裡面 相當的多 相當的多 是 好 接下來下一件 來我們來看看這一件 玉斑紙 上面雕了一隻吃龍 雕得栩栩如生 是 雕得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這個玉斑紙的這個 和田玉 我來判斷 這個玉斑紙的年代 應該是在 五百年左右 也就是在明代的時候的 玉斑紙 你當初買的時候 賣家跟你說它是 那時候是說它的清代 高出我們的玉斑紙 你跟常家買 你那時候 以我們的知識 那都是清代才有在用斑紙 不行 一般啦 一般來講都是出來 不是 我們要這樣講 玉斑紙 基本上在滿洲人來講 它是一個 對 玉斑紙它是滿洲人射箭的工具 那漢人用什麼來射箭呢 漢人射箭的是 也是用玉做的 但是它雕得很漂亮 它那個叫玉射 那就跟這個不一樣 就跟這個不一樣 所以玉斑紙 我覺得這個玉斑紙 應該是五百年左右 而且也是 女真人用的 把吃龍魚雕在這個上面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玉斑紙 是相當漂亮的一支玉斑紙 當初買多久 買十... 十六萬 是 這幾年才收的嗎 對 大概收的 那我就送給我哥哥了 送哥哥 為什麼 自己不愛啊 你不戴嗎 他喜歡 你有沒有試著戴過 我有戴過 他就 直接給我送給你哥哥 這個年紀很大 年紀很大 這一屆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玉斑紙很漂亮 是 我先來講一個拍賣紀錄 玉斑紙 這個是乾隆皇的玉斑紙 七個放在 包含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呢 它是漆器 它是漆器做的 但是斑紙上面呢 沒有任何的雕刻 沒有任何的雕刻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 對 那斑紙呢 因為是射箭用的 所以它有一個標準的一個高度 有一個標準的高度 像它這個斑紙呢 它比較矮 是 比較沒有那麼寬 然後呢 它又雕刻了 其實 雕刻的斑紙 是 有可能變成是戒指的 我不認為它是斑紙了 斑紙的東西 因為你在射箭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最好是不要勾到這個 這個線啊 因為那個是馬尾線 那個斑紙應該要滑的 那這一個套組呢 它拍賣價是多少呢 拍賣價是 成交價 會不會現在哥哥比你還緊張 哥哥今天有來嗎 有 有來 難怪我想說你一直朝向那個方向 哥哥也是很帥氣 他的項鍊不會是你送的吧 那他的 哥哥自己就很喜歡戴是不是 哥哥胸前這一塊 非常帥氣 如果更厲害的話 要跟弟弟說個謝謝 還是弟弟會不會收回去 不會啦 不會啦 所以現在哥哥很緊張 我們試試看這個御斑紙 請見價 二十萬元 恭喜 恭喜哥哥 這東西是不錯的喔 對喔 是 斑紙 所以這個是加分的 所以是加分的 對 因為 不是加分 是哥哥的 沒有 有往上加分 有沒有 你們兄弟感情不錯喔 不錯 很好 這個哥哥 這個一個哥哥 就送哥哥耶 而且他那時候買的時候 想說真的輕的 結果原來剛剛請到幫你看 沒有 我比較喜歡收藏的 比較 很像 這也是個很棒的 天生就是 它本身的玉子 就很漂亮 是 然後它整個雕刻 它非常的溫潤 是 這一塊我很欣賞 因為真的漂亮 這個東西對了很棒 恭喜恭喜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